歡迎來到 HACAM 又是我小編 這次帶大家來到日本沖繩 帶了 Insta360 GO3S 來到這裡拍攝我們自己的旅遊服務 大家可以看以下這條影片 就是我們拍攝出來的效果 今次你 Insta360 GO3S 最重要的升級就是終於升級到4K畫質 記得之前也和大家試玩過 它最好的地方就是它很小而且還可以拆出來 大家可以釋放雙手進行在戶外發揮者創意 Hello 我是HKCAM 的小編 今次我們來到沖繩拍攝 我們現在正在用 Insta360 GO3S 正式拍攝4K的畫面 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都非常英俊 我們就記下HKCAM 小編 在這個拍攝旅程的FLOG 去旅行用一個這麼小的相機 我們就不用拿著這麼多很重型的裝置 就可以簡單拍到一些很漂亮的畫面 這條影片大家可以直接看到 就是 Insta360 GO3S 的4K畫面是怎樣的效果 當大家在畫面的左上角看到一個金色的 GO3S 4K 就代表那時候的所有畫面都在用 GO3S 拍的 大家就可以直接感受到 GO3S 的畫質 的確比上一代提升了很多倍 大家現在看到我就是普通手持著一部運動相機的拍攝 其實它還附送了很多不同的零件給我們 去做一些創意的效果 例如寄身背後的磁石你去到哪裏都可以是你的腳架 為CAM 某而設的一個小零件 直接把 GO3S 放進去 這個磁石掛成就是小編最喜歡的 直接把 GO3S 貼在胸口可以做到第一身試隔 這幾樣這麼實用的配件亦都非常輕巧 令到大家可以雙手解放 最適合大家去戶外活動、運動、跑步、露營 全部都適合用,就好像我這次去旅行都是用它 現在我們身處在沖繩的水族館 我們把 GO3S 插在我的CAD 帽裏 看看可以拍到什麼畫面出來 CAD 帽裏 離開沖繩水族館後,我們就決定去探試一杯雪糕 不過在賣雪糕的期間,竟然發生了大風雨 是突如其內的大風雨 令到我們是很厲害的 當時我是很擔心相機濕透了 但是因為有 GO3S 在這裏,你是不需要擔心它濕碎 所以其實我發現,可能有時真的不需要大大相機 用一部這麼小的運動相機,又可以防水 抵擋到不同的情況之下 其實會是一個更加好的選擇 真的很狼狽 雖然這麼狼狽,GO3S 竟然把我這個畫面記錄了下來 如果是單反相機,就真的沒什麼可能 因為真的擔心它會濕碎 最後是在車上吃了這麼好吃的雪糕 天氣又突然間,很遠轉天程 極死了 最後我們都再出來買了一杯雪糕 享受一下這麼好的太陽 啊,極死人 今次我們也去了沖繩的古語里島 看看這麼漂亮的風景 那裏的海水真的非常清 而且景色真的非常漂亮 如果喜歡大自然的大家一定會很喜歡 但是由於那幾天的天氣不太穩定 所以我們沒有去玩一些水上活動 GO3S 因為它有防水的功能 所以大家無論在沙灘玩水 或者玩水上活動 甚至潮水都可以利用到它 去拍攝到很豐富的畫面 我將GO3S 貼在車頭蓋上 接著這個畫面就是我將GO3S 貼在車尾 後面的車門 最後我將它放在地上 就這樣把車洗過 就可以拍到以下的畫面 這些這麼有趣的畫面 就等待大家帶它去慢慢發揮 最後小篇亦都推介一件配件 大家去旅行必須要帶去的 就是GO3S 的閃傳伴侶 我手上的GO3S 內置只有128GB 如果大家拍攝4K的時候 大量的畫面是未必足夠的 但有了閃傳伴侶 所以我們就無需要再擔心 不夠的益體 因為它可以直接透過閃傳伴侶 將GO3S 拍攝到的所有東西 直接 save 在 SD 卡 或者插入去你的電話 電腦等等去 backup 而這件配件亦都非常小小 對你的旅行不會造成任何負擔 大家以後帶著一部輕便的相機 就可以拍出很多不同創意的畫面 留得美好的旅行回憶 以及露營都可以用 多謝大家看到最後陪HA Cam 小篇 又去了一趟沖繩 如果大家想購買這部GO3S 可以透過我們的連結直接購買到 有任何問題亦都歡迎隨時發問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 HK Cam 的 YouTube Channel 和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